姜严凯 我弄死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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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别打了 这俩人又打下来了 兄弟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看哪都是小星星呢 是把你家吗 不是我说你们两个人 我搬过来跟你们当邻居 十多年了 你们俩是天天早晨吵完中午吵 中午吵完晚上吵 晚上吵完第二天早上起来接茶吵 这回不吵了 你哥把咱家吵过送人了 送谁了 隔壁张晓丽 咱家现在就一个张国 你说的是上顿吃包子下顿吃包子 吃得我现在人脸就像个包子似的 不是那嫂子 人长成啥样 她不来锅呀 说的就不是锅的事 这怎么还冲我来了 他这 兄弟你给评评理 人家张晓丽刚搬过来 上咱家借个炒锅 你说咱这不帮助人吗 对 这事我知道 那张晓丽是个单身女人 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那多不容易 你再这说了 那张晓丽她长得是 肤白貌美 身材火爆 这就是她抢了先手了 要不然我们全楼的大老爷们 都得争着抢着往人家送锅子 什么 那个 张晓丽刚二十岁 我都多大岁数了 我对人家能有那个意思吗 没有 我哥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那他是啥人 他反正不是那种看谁长得好看 才去帮助谁的那种人 你就说上一回 住二楼那个赵大姐 那长 能看吗 家里水广子 砰就炸开了 那还不是我哥 一个箭步就冲进去了 卡卡卡卡卡卡 几下就给修好了 完事 他俩把衣服就都脱了 什么呀 把衣服给脱了 不 那衣服脏了呀 但是后来赵大姐 把她老公的衣服 给我换上了 你还在她家换衣服 你答应她 老婆 老婆 我哥这都是些英雄之举啊 拉倒吧 怎么了 她不就是为单身女性 献上一份爱 为未婚的妇女同志们 送出一份情吗 别说了 再说我就出作风问题了 作风问题 你也配 哎呦 你就说说 你帮助别人 我支持 但是你不能有点什么东西 都往外送吧 你看看咱这个家 刚来的时候满屋家具 再看看现在 清水房 人家却把你送牌 人家却过你送光 人家要是缺媳妇 你是不是把我也送出去了 媳妇 那不能 哎呀 嫂子你这就多虑了 你知道吗 就你讲那张包子脸 送谁谁要啊 怎么玩啊 喂 我是说呀 你长的这张包子脸呢 是包皮大馅十八个指 送谁谁不要 那瓶吧 那个 哎呦 你把那锅要了不完事了吗 你这话说了 我都送出去了 怎么好意思吗 回药啊 你这是血要命的活上罪 连个锅你都不敢要 你给窝囊废 谁窝囊废 你窝囊废 我怎么窝囊废了 我不就是说我吵囊废了 你别不说我窝囊废 你两个人咱能不能过了 不过了 过不了就赶紧离 离 哎 对呀 过不了还能离 不是啊 这个嫂子我不是那意思 我一边就跟 你还真要跟我离啊 对 离 不是你妈真离啊 离就离 哥 我不是你们两 嫂子你知道我啥样人 不是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我爷爷临农前说 家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就打开看看 去 存值 中国人民银行 嫂子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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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有钱人 我是土豪鸡 我是富三代啊 北京的金山山多吗 媳妇 你上哪去 咱俩都离了 这个家 也没我什么事 有 你跟我过了这么多年 受了很多委屈 这钱来的也太突然了 要不这样 这钱我都给你 我都不在了 你还是好好照顾自己吧 哎 等会儿走吧 存款日期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三年的二百万 一九到二五三十三 哥 不是你这个二百万哈 折到现在 我给你加上利息 满打满算 也就 三百块钱 什么 三百块钱 这爷爷呀 你留三百块钱 能过什么坎儿啊 能过 通过这件事 我看出来 我没嫁错人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 有责任心的老爷们 别想看这三百块钱 就是这三百块钱 才守住了 我俩的家 是 媳妇 老公 你们俩都不打啦 要打也是我俩打你 救命啊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